5月16日是2020年全球未水公益路跑活动的日期 这是宣明会第六年举办这项活动 今年全球有31个国家共同响应 在美国共有21752位报名参加此活动 相较于往年在固定时间及地点集合同时出发 今年因着疫情无法集会 于是改为线上举行 报名参加者无论是个人或是全家一起 在当天的任何时段 可从自己的家中到附近完成六公里的步行或路跑 之后再上传活动情况的照片到个人的社交平台 在特殊的今年 这是非常特别的举办方式 清洁水对卫生有很大的影响力 从疫情开始后 我们就了解洗手对于阻止新冠状肺炎的传播至关重要 许多地区却没有水来完成洗手这件事 宣明会的这项事工 为需要的人们提供干净的水 分发肥皂 帮助阻止难民营中的新冠状肺炎扩散 也教导当地人了解预防的知识 并在家中安装洗手设施 居家防疫期间 除了待在家中 你也可以关心其他人的需要 当您多外出一步 他们就可少走一步 这也是防疫的一大步